早前播出的配音比赛 真人秀好声好戏收视口碑双丰收 有鉴于此 TVB连同一个公益机构合办好声好戏之升级学堂 免费为16至30岁的青年提供专业配音课程 升级学堂这天正式开学 好声好戏杰出声演 总冠军陈自瑶 何广佩配音员黄凤英 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 议员管理及发展乐意灵 霍启刚等都有出席启动力 首席创意官王祖兰因为工作未能出席活动 但他也有透过视像通话 勉励一班配音学员 而悠悠自从赢得配音比赛之后 广告接踵而来 早前他就献出第一次 首次挑战配音广告 其实这是我人生第一个的配音广告 就是从前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自己可以去做一个广告的配音 以前就是你拍广告不会用你的声音吧 只是用你的脸或者是你的 也要讲话啊 也要讲话 但不是 不要你的脸只要你的声音 可以另外一个人 另外的一种 就是声音演绎嘛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从来真的没想过 所以我觉得很感恩的 就是可以尝试去做这件事 所以也希望大家喜欢吧 至于广佩就说 学会配音的技巧后 对自己在演技上更是有很大的帮助 透过这个比赛 我们对我们的声音的控制 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在以后的拍戏的过程中 我们看剧本的时候 在想一个角色应该有怎么演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奉复他的时候 可能声音也是我们考虑的一个要素 我们可能会想象一下 这个男生到底是会怎么样讲话了 或是又有这个女生是怎么演呢 声音的运用就是我们的一节课了 感谢观看